大家好 今天的天氣還不錯 未來這幾天持續的緩回溫 不過禮拜六有一道封面 從北邊掠過 對我們台灣影響不是很大 但是有一點東北風略轉陰塵 大致上近期穩定的天氣 會持續到下個禮拜 請大家好好珍惜 不過這個時候改為吹尾陸的東風 所以東半部雨量比較多而已 西半部非常的晴朗 明後天由於趕緊的天氣 改為吹東風越加明顯 所以西半部大氣是比較穩定的 請大家多留意了 大致上近期還是有一些東北風 會下來 但是還沒有很強冷空氣的趨勢 所以預計到了 禮拜六有一道封面 下禮拜三四還有一波 到了二二八連假的時候 也有可能還有一波 目前來看的話大概都是有一些東北風 會再下來一點點 但是要降很大溫度幅度的機會 短時間內還看不到 我們還是要特別關心 因為春天的系統變化都很快速 兩三天都會變動一次 所以大致上台灣北部的溫度 低溫十六十七十八度 慢慢的回溫當中 白天的高溫二十三到二十八度 都很舒服 另外一個南部 其實也回溫的滿多的 最近的天氣是真的很舒服 舒適度很高的天氣 但是早晚溫差差了十度 所以請大家穿著上壓留意一下 東半部雲量比較多 偶有一些銀封面的鎮雨 這個是屬於地形的鎮雨 敏感的朋友稍微留意一下 西半部就相對的很晴朗 要稍微注意一下空氣品質 但是還不算太差 要留意這個西半部 因為本地的污染擴散不易 所以敏感的族群留意一下就可以了 以上是今天的天氣